P格四四公淘汰出炉,人气越高,淘汰越快,只为保护皇族。 说实话,四公的演出其实没有前几场那么炸,节目到这个阶段热度明显顶不上去,舞台出圈情况也大打折扣。 一个词形容这个节目就是,胡。 而四公的比赛结果也引起了不小争议,再结合哥哥们个人喜爱度排名一起看,观众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了。 早在四公比赛之前,阿如纳就因为个人当期原因请假了。 看得出他在节目外的剧组工作相当繁忙,难怪之前三公有传闻说他要退赛,实在没办法同时将重心放在两个方向。 不过,既然他是请假,那么节目组不应该在排名的时候暂时不让阿如纳参与评比。 毕竟他都没有上场,还要提前站着一个淘汰席位,结果毫无悬念不说,也有失公平性啊。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,之所以节目组选择忽视,恐怕是为了保人吧。 按照正常逻辑,四公要是淘汰两个人,应该就是杜海涛和颜一宽,人气最低。 尤其是杜海涛,其实大部分观众选择不看节目,应该都是因为他没本事,不讨喜,喜欢摆前辈架子,还深受节目的偏爱。 现如今,他的路人员如此烂,能排在颜一宽前面,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了,没想到现在还能让阿如纳踢他挡刀。 回顾阿如纳前几次公演的成绩,只要顺利的话,绝对可以进入总决赛。 事实上,他才是这一季批歌四最出圈的嘉宾之一,性格有反差,选人有争议,根本不愁话题讨论点。 有网友爆料,阿如纳其实只签了两期,后面本来打算进组拍戏的,没想到出舞台后人气这么高,节目组让他继续干。 最后实在是腾不出时间了,没办法参加四公的演出,也要被当成工具人,保护一下黄的闪眼睛的杜海涛,难怪引起网友们的不满。 只能说,这个节目不值得阿如纳浪费时间,还是将精力都放在表演上吧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武功没有人帮杜海涛挡枪,他也可以彻底离开节目了,还对着众人招手大喊,终于淘汰了。 这句话,不应该是观众们说吗? 现在看起来,他倒是成为解脱的一方了,殊不知观众们被他气得都快要吃不下去饭了。 而且,前期被他气走的观众们,可能也回不来了。 要知道,这个节目只有前面几次公演,还算有点热度,杜海涛跟着蹭了这么久,现在淘汰都算是赚到了,就别得了便宜,还卖乖了。 这一季的节目组,太会搞事情了,不但邀请了哥哥们,还选了不少流量爱豆。 以弟弟们的粉丝打头能力,哥哥们就算是再厉害,估计也很难C位出道吧。 千万不要小看秀人的战斗力。 所以随着节目不断更新,观众应该也看出来了,哥哥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弱。 倒不是说他们实力不行了,而是热度数据撑不住了。 就连李克勤和王征亮这两位之前稳坐榜单第一名,第二名的老前辈,现在也得给年轻人让位置,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。 其实他们两人在四宫的表演,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,业务能力扎实的一批,完全是可以给弟弟们做导师的级别。 结果被尤长静和石凯甩在身后,导演你自己看看这合理吗? 我估计,这次受邀来节目驻镇0713的几位哥哥们,看到王征亮孤立无援,苦苦挣扎的样子,想必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吧。 只希望后面的公演和总决赛上,王征亮和李克勤这两位实力派前辈能获得应有的成绩。 观众看《批歌4》应该总有怪怪的感觉,那就是有唱功的歌手还真就不一定名词很高。 胡夏就是最好的例子,在这个节目上他的声音拯救了不少尴尬的舞台,嗓音条件和唱功也没比王征亮差多少。 他的成绩谈不上差,但也没有多靠前,总是在几位热门选手的屁股后面晃悠。 这次四宫结束后,胡夏也紧排在第六位,不上不下的成绩实在是对不起他的实力。 而且在我看来,秦浩也是一宝藏哥哥。 在节目上他不争不抢,一直都在做队伍里的万金油。 别看四下存在感弱,但台上的他一开口也让人感受到了专业歌手的功底,声音还充满了少年感, 好像在怀念自己的青春时光。 不过,这样的歌手人气也就比杜海涛高一名,在淘汰的边缘反复试探。 还好这个节目没有什么七宫、八宫,否则秦浩也得成为给皇族挡枪的炮灰了。 节目组,你们没有心啊。 另外,扶龙飞一看也是来节目上陪跑的。 他的外形看着像是弟弟组,实际上是哥哥组的一员。 长相跟爱豆不相上下,然而唱跳水平却不容小觑, 扶龙飞在这个节目上让更多的观众见识到了自己的实力。 现如今只能排在十二位还是有点低了, 我想以他的表现就算是进入前十也合情合理。 怎么看,扶龙飞都要比黑泽良平更讨喜吧? 后者还能排在九位,恐怕也是沾了自己老婆林志玲的光, 一直都是节目的重点关照对象,太离谱了。 批哥四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。 原本因为阿如纳、向左和雅这三人的努力, 已经让节目小小出圈了一次, 只要节目组懂得做人,就应该将镜头重点对准他们。 结果现在除了雅还在,阿如纳和向左都被淘汰了, 剩下一帮流量爱豆在这边拼谁的粉丝会做数据, 以及苦苦撑着,注定要当背景版的老前辈们, 让人不禁觉得这是整个系列节目最大的悲哀。 一开始批哥一出现时,所有的观众都为之沸腾, 那是因为节目确实将哥哥们不服老, 敢拼敢想的精神拍出来了,舞台效果也到位。 可现在节目是一季不如一季, 皇族遍地走,还是趁早结束算了。 那么对此,你怎么看? 我们再来看看,批哥四四攻人气洗牌, 游长静第一,三人排名下滑,杜海涛倒数第三。 节目组在赛制玩法上一直寻求突破口, 第四次公演直接放了个大招, 让陈楚生、王月鑫、于浩铭、张远四人组成的滚烫学长回归舞台。 四攻不再是部落之间的对抗战, 而是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合力闯关战。 所有的嘉宾共完成八个舞台秀, 八个舞台秀的总火力值超过6882, 则减少一个淘汰名额, 总火力值低于6882, 则产生两个淘汰名额。 六大部落成员和四位滚烫学长都有备而来, 都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完成舞台。 功夫不负友人, 最后八个舞台秀的总火力值6919, 他们通过努力减少了一个淘汰名额。 完成目标是一件好事, 不过整个四攻舞台的整体质量不尽如人意。 选曲和编曲的平淡也导致舞台的呈现不够惊艳, 正如网友所吐槽的那样, 四攻舞台就是一盘巨大的白人饭, 说起来啥营养都有, 但是吃起来像是预制菜, 都是流水线上的产物, 没有什么余味可言。 皮哥四四攻最大的一个变数, 就是阿如纳缺席录制, 他因为形成原因没能参与公演, 个人的喜爱度也直接归零。 节目组增加了一个条件, 只要阿如纳所在的维里安部落四攻拿下全场最高的火力值, 那么阿如纳也会随着团队一起晋级。 很遗憾的是, 维里安部落在缺冰少将的前提下, 最后火力值拿了个倒数第一名, 这也意味着阿如纳被淘汰出局。 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, 对于节目组和观众来说都是一种损失。 根据赛制, 四攻舞台火力值最高的尤长镜部落全员晋级。 个人喜爱度排名倒数第一的盐一宽本应该被淘汰, 但是阿如纳的退赛也成全了他, 让盐一宽免于淘汰而晋级下一次公演舞台。 随着四攻舞台的落幕, 众人期待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新鲜出炉。 三攻的排名已经创飞了一大波观众, 没想到四攻的排名继续让人看不懂。 人气四巨头排名大洗牌, 由长镜高歌猛进, 王征亮, 韦里安, 高清晨三人的排名下滑明显, 渡海涛吊车尾依旧幸运晋级。